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的气炸鸡腿肉 用韩式的味噌酱来做 首先我要先开酱汁 我会用2汤匙味淋 然后加入半汤匙韩国辣椒酱 然后1汤匙韩国辣椒酱 半汤匙蜜糖 1汤匙生抽 然后搅拌酱汁 然后将酱汁淋在鸡腿肉上 然后用手揉一下 让它入味 这里是4块没有骨骨的鸡腿肉 已经去骨了 375g 然后腌一小时 鸡腿肉已经腌了1小时 现在将鸡腿肉放入气炸饼 我预热气炸炉到400度F 即是摄氏200度 将鸡腿肉放入气炸饼 首先将鸡腿肉放入和汁上 先将割盘让鸡腿升好 将鸡腿放入烤盘里 现在将鸡腿放入中间 然后将鸡腿热气炸饼 将涼热气炸饼放入烤盘中间 将鸡腿放入烤盘中间 将鸡腿放入烤盘中间 然后把气炸饼放入高层 就20分钟我们拿出来看看 哇 你看多漂亮 我稍后会把它切片 然后再撒一些芝麻在表面做装饰 就是一个很美味的韩式味噌气炸鸡 我选择你 我选择你 我选择我选择你 我选择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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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